俄军顿巴斯前线指挥部发布战报纸 在巴赫木特市左翼的恰索夫亚尔市 发现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前线参加战斗 根据俄军的分析 可能是外国志愿合同兵团队 当天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正在红色利曼方向集结兵力 乌军判断 俄军可能将会发动红色利曼战役 企图夺回俄军前年丢失的战略中地 周二 在顿巴斯中线 俄军突入阿富杰伊夫卡以西的 新波克罗夫斯科耶战略高地 目前 俄军突击队已逼近 新波克罗夫斯科耶 乌曼斯科耶 涅塔洛沃乌军的第二道防线 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周二 是东郊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 恰索夫亚尔东北裔的 伯格丹诺夫卡地区和东南裔的 伊万诺夫斯科耶以西的彻翼 也发生了战斗 俄罗斯散兵部队正从两个方向 推进市区东角 战斗在继续发展之中 在这个方向上的乌军 也组织了大量的预备队投入战斗 乌军加强了对威区北部的防守 在运河方向 乌军投入外国雇佣军团队 试图在卡利诺夫卡地区反击突破 当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调动两个精锐旅 企图阻止俄罗斯军队向 恰索夫亚尔郊区推进的前锋的攻击波 周二 俄军在阿富杰伊夫卡西北裔 夺取了索罗维耶纯 这里离阿富杰伊夫卡市区 约8.24公里 是乌军一条重要补给线 这条线路穿越这个定居点 已被俄军拦腰载断 俄专家表示 俄军控制了阿富杰伊夫卡方向的 奥切雷蒂诺 索罗维耶纯后 尽管这两地距离前线约有30公里 俄军成功穿插进入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后方 并形成了前世攻势 俄专家认为 乌军在阿富杰伊夫卡方向 基本上是弃手不利阵地 但俄军大胆穿插分割的速度 也使乌军加速了弃手的节奏 有的阵地常常是不赞而溃逃 富豪卫视卢宇光一万 莫斯科报道